一大早六點多上班上課時間 馬路上車來車往 這時一輛公車經過後車門的地方 卻有一名女學生在旁邊跑 仔細看原來女學生的便當袋 被車門夾住 整個人被公車往前拖行 跑了十公尺左右才掙脫 從側邊行車記錄器看得更清楚 女學生父親騎車載著她追公車 把安全帽脫掉後 她一隻腳跨上去正要上車 司機卻突然把門關起來 導致女學生的便當袋和雨傘被夾住 車上行車記錄器 清楚路下女學生右手敲車門的聲音 車上乘客目睹一切都嚇壞 太危險了吧 你的雨傘在哪裡 你不要再推車子啦 驚魂公車門夾人事件 就發生在25號早上6點 桃園中立中山東路三段 事後女學生在夾人的 陪同下到醫院驗傷 左手臂挫傷以及到警局報案 對客運司機提告過失傷害 相關賠償事宜將交由 消防當事人後續進行協調 我們會再加強教育 我們的所有的駕駛 在車輛車門關門前 以及起步前 再多注意一下 再做起步的動作 附近民眾聽到有學生 被公車拖著跑 都覺得難以置信 不過司機開關車門沒注意 恐怕被依道交條例 即違規點數三點或是 掉扣駕照三到六個月 只是上學途中被公車門夾住 還往前拖行 與學生以後恐怕 搭車上學都有陰影 東三新聞 小明 丹青懷在桃園報導 我們的世界總讓人措手不及 但是我們的新聞 帶給您耳目一新 隨著世界局勢的緊張 也讓通膨壓力更加擴大 能源以及糧食危機 已經衝擊到了亞洲金融 極端氣候比想像中更加靠近 您感受到了嗎 關注及跟上陳吟的腳步 抵達不其而喻的國度 從容 輕力 您最完美的選擇 東森世界日報